好 刚才我们在现场看到了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出来讲话 事实上新北市这两天最热门的选战话题 就是吴乃仁说这一次五都选举 谁能够当选 谁就代表民进党参选2012年的总统大选 而有政治学者分析 这段话就是在帮蔡英文未来的政治发展预留下台阶 也有民进党内部的人士认为 蔡英文担任民进党党主席以来的表现 已经让他在党内站稳了地位 而且蔡英文这一次选举不管是否当选 未来他的政治发展空间注定是非常的宽广 2008年总统选举 民进党因为扁岸败选士气打伤 此时曾在扁政府担任过陆委会主委 以及行政院副院长的蔡英文 在党内派系共同劝劲下接下党主席 领为寿命掌舵 在蔡英文的领军下 民进党接连的三次立委补选 以及2009年宪市长选举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蔡英文更在这次被称为 2012总统大选前哨战的五都选举中 亲批战袍带职参选新北市长 有党内人士认为从未参选过的蔡英文 在这次选举当中成长不少 无论胜败未来空间相当宽广 大家觉得他欠缺草芒的经验 但是经过这次选举的时候 纵使没有草芒的气息 跟群众亲密的接触 这种感觉已经出来了 这没有问题 所以他克服了这一关 也有长期观察民进党的政治学者认为 蔡英文心里清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一直没有像苏贞昌一样表明 只要当选就坐满四年 而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日前表示 谁能当选就能代表民进党参选 二二一一二的一席话 学者也认为这是在帮蔡英文预留下台阶 这种消毒液之后 我事先已经讲过了 已经跟大家交代过了 整体新潮流还是想继续要推他 所以他大概也不敢松口 就是松口以后怕会说 就是像谢长林那样下不了台 要解他比较困难 施政峰也认为 民进党目前没有明文禁止 五都市长不能参选总统 所以不管蔡英文是否当选 只要这场五都选战 民进党成绩不要太差 蔡英文还是民进党二零一二总统大选 热门的提名人选 不过未来到底 谁会代表民进党进逐 二零一二总统宝座 是蔡英文 苏贞昌或其他党内人士 还是要等二十七号开票之后 才会有更清楚的轮廓 记者上是从许政峰台北报道